蓝天白云 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洋 到帛琉除了浮浅外 还能换个方式欣赏美景 台湾有帮帛琉副总统习武度来台 与外交部次长李全 共同宣传六月登场的 帛琉国际马拉松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它会让台湾以及更多的各国的友人 亲身体验帛琉的碧海晴天 亲身体验帛琉近年 努力推动永续蓝色经济的成果 这场赛事包含 推议网球选手卢彦勋 棒球国手曹俊阳等人都报名参加 以自身的专长 在当地进行体育交流 以往是带着球派 现在是靠着双脚 还是一样我靠双脚 但是球派还是拿着 我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运动 然后来跟更多的海外朋友 或者是来去做更多的交流这样子 木袍协会表示 波琉马拉松将在六月四日举行 全马42.195公里 半马21.095公里 另外也有五公里以及十公里 可以让喜欢路跑的朋友轻松参与